其实我对于孙高的焦虑并不是在于我现在是1米9 而是在于在我30岁左右的时候 我的孙高就没有停止过转高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是26岁 26岁来到北京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坐那个地铁 它那个地铁那个横杆正好还在我头顶上面 然后北漂了大概两三年三四年之后 这个横杆就在我这个地方 在我这个头顶下面了 所以就感觉当时有点不太妙 后来又有同事说 我可能也是说 可能要说我长高了 我也没有太在意 后来我去医院拔那个咫尺 正往医院的一楼大厅 有那个凉身高的那个垫子 凉身高那个气 后来一凉是已经1米9了 当时整个人就有点傻眼了 后来我又自己在网上淘宝买了那个凉身高的那个尺 然后自己凉了一下 也确实1米9了 我就担心身高就是说 它一直的长 反正我怕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第二个方面是我怕长得太高 对于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太高的话 你个人反正个人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普通人的话 你如果是不是那个专业篮球运动员 最好是长得1米9就可以了 不要再往上涨了 1米9就是一个极限了 再涨的话 你各方面都不可以 很不方便 最重要是它太高的话 你的心脏负担也会重 势必会影响你的一些健康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再看一看 然后有时间再量量身高 如果身高没有再长的话 我就反正能心情地放松一下 然后同时也锻炼一下身体 不知道让自己看起来特别瘦 变得稍微壮一点 整个身体健康也好 也或许有一些负重的运动 或许能能抑制一下这个身高 希望希望如此吧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 跟我的这个情况差不多 都在网上发帖了 所以我也把这个事情坦白的聊一聊 希望有这个问题的朋友 可以多多的去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